据新华网4月23日报道 中国人民海军迎来了成立72周年纪念日 海军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主题宣传片《大海向党籍报告》 宣传片中首次出现解放军潜艇在水下巡航的画面 并且公开了潜艇内部的舱室结构 除了水下潜艇以外 宣传片中还有辽宁舰航母在远洋进行训练的画面 1949年4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江苏泰州正式成立 成立之初的人民海军舰艇阵容以炮艇为主 外加少量二战日本战败后 移交给中国的破旧护卫艇驱逐舰 随着中国海洋战略的逐步深化 对强大海军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 军事专家曹卫东表示 人民海军的整体发展战略 已经从近岸防御发展为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相结合 如今中国海军已经拥有辽宁舰山东舰两艘航空母舰 还有第四代导弹驱逐舰055大驱 前不久 辽宁舰航母编队刚刚结束了在台湾海域附近的例行训练 如今的人民海军将至少入一四艘055型万吨驱逐舰 保有28艘052CD型驱逐舰 两艘075型两栖攻击舰 以及30艘054A型护卫舰等 在数量和质量上 相比2018年再翻一倍还不止 接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